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笑声望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刘山 请大家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 再加上晒冷气 到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在2023年新一年很多不同的名人也好 政治人也好 正贱人也好 他们也会谈谈自己新一年的愿景 好几日前我都见到张坚庭 张大导演 谈谈自己新一年有什么展望 他举家移民到英国 人所共知 我们在节目也提过 面对现在的英国经济和政治方面 民心方面 再加上三毒合流 新冠 流感 升红热 那么多不同因素下 就算List Trust没做 转了新卫城 也不见得有多少好 不过这些西方国家 我们看到也相当自私 即是你现在英国里面这样 不要搞到我 我就不出声 List Trust那时候的迷你预算案 你能动到我 就算稍为远一点的美国 也忍不住要吹爆他 这些就俱往意了 现在的新卫城 也在最近发表了新一年的施政目标 有五项承诺 稍后再慢慢讲承诺 说到承诺这两个字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 你无端端要说这五个东西 即使对于英国国民来说 是有这个需要 也有一个正面对的问题要处理 那你就要承诺去处理 或者要改善这五个东西 即是这样 男女朋友之间 夫妻之间 例如我承诺 下班早点回来 每晚都跟你聊聊天 放假就一定会跟你玩 不只躲在家打机 如果有这些承诺 即是代表你是缺乏这些东西 或者你是欠这些东西 或者你这些方面需要改善 如果好人好者 这对夫妻的老公一放工就回家 放假都会跟老婆出去玩 平时也有很多东西说 当然你们两个少聊天 少交流 所以才对他作出这些承诺 作出这些承诺 一定是去到某一个程度 双方可能有些磨擦 或者顶不住的时候 或者觉得有些火药味 或者有些不满的情绪 开始酝酿在蔓延 大家才作出这些收补关系的承诺 还要去到承诺 可想而知是有一定程度的严重性 所以才要跟你许下这个承诺 怕你反口做不到 现在看到新卫成 他也说说未来的这一年 施政的重点和对于英国的远景 他怎么说呢 我们说完新卫成怎么说 接着再扣回去 张坚庭大导演 这些BNO女儿移民到英国 面对这样的环境 不过也没办法 就算英国通胀 能源问题 经济问题 罢工问题 三读、四读、五读、六读 就算这么多 都要去英国 为了小孩子的下一代 或者可能是香港都住不了人 迫到人快要瘋了 下山一万字 所以都要过去英国 过了去 面对这样的情况 真的挺无奈的 回到这个五大承诺 第一点 BNO女儿方面都挺紧张的 就是叫做 今年之内 目标就是通胀要减半 以此来减轻国民的生活成本 第二 就是要推动经济的发展 在全国创造更多高薪的职位和就业机会 我马上想起 他之前去给一些无家者来蹲下 来吃那些 他就派餐 还问那个无家可归 你是做哪一行的 有工就不用睡街 还问人家 星期六日有什么计划 打算去哪里玩 还问大佬 家里都没有 睡都没办法 玩 希望新卫城真的创造到一些就业机会 去给予这些无家者的哥 他都说自己是想做金融业 我想他应该有一定的学历吧 这是一件事 第三 就是确保要减少国债 第四 将会立法阻折这些偷渡的船仔 确保要迅速遣返这些非法移民 就是缩短英国国民保健服务 即他们所简称的NHS 病人等候的时间 包括等候救护车的时间 令到国民可以获得更加及时的照料 还说笑地说 如果NHS的病人轮候名单两年之后都没有下降 找我算账 我抹起他 那怎么算账 下台 是不是辞职不上班 即是不要这样说得淡笑的说话 堂堂在手上 看到他这个五大承诺 我也觉得挺好笑的 看起来挺口号式 如何去实现 例如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才能 既然是你这一年里的施政目标 我也明白 你说你这些施政都并非哈里波特变魔术一样 拿一支魔法棒出来 指两指 这样就搞定 那又不是这么简单 不过如果你面对着现在这些紧急的问题 你没有很紧急地去处理 我觉得有点不公平 虽然你在这个讲话里面 大家坐下来听你说 穿了西装 穿到奇奇里里 整件事就好像很grain 当你在说 例如说要缩短大家 等候救护车的时间 可以得到更加充分及时的照料 平行时空下 那些医院 他们都在说 这些服务是超负荷的 甚至乎每个礼拜有三百多至五百人 可能是因为不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理 而云归天 你笑着说这个承诺的时候 可能甚至乎有人已经是拜拜了 我们也提到 在《正向报》的另一节 也有提到 关于他们新闻城政府方面 还说要立这个反罢工法 某程度上是想将经济问题的一部分 推进关于这些罢工的问题里面 即使你们是罢工 搞到经济更加下滑 如果想挽回这个劣势 就不要搞那么多罢工 大家都知道 那些人罢工就是因为伸水问题 伸水问题也源自于 政府做得不好才牵动到这么大的问题 新闻城也挺懂得玩 他说民众希望政府少一点政治 多一点去着眼民众真正关心的事 即使间接跟你说 不要那么政治化 顾点这个民生比较好 他这些承诺还说 要如实地告诉大家 国家面临着挑战 以及有些必须要的牺牲 听到这个字 也挺令我打得一个突 我想问问 要牺牲些什么呢 他也说 会作出这些承诺 会说到做到 做不做得到 到时会不会走数 到时会不会用一些语言艺术 我想这就一定了 他对于说要经济方面 挺过瘾的 他跟李家超一样 都是要搞一些创新 将来政府提升到200亿英镑 来发展人工智能 生命科学 量子科技 金融科技 绿色科技 老实说 他们这些方面 亦比起香港有进步 这些是真正 去到找到钱的经济项目 并非是靠你们那些BNO 做厂 做包冻肉 芝士厂 焗饼 甚至乎你们HKG 卖的什么 港式奶茶 菠萝包 蛋撻 这些卖不了什么钱 赚不了什么大钱 英国人工智能方面 真的挺领先的 再投资 让更多精英 就着这些方面 来找大钱 这方面的技术等等 反而会更好些 所以这些BNOGIR 又不要看到自己很厉害 随便开什么黄店 卖几包新辣面 出钱一丁 什么港式超市 卖些什么醬料 李錦记 不要笑死人 这些真是 你靠你们开咖啡 买冷面 我这样就叫救到英国经济 不要笑死我了 你舍死不得天亮 不过 我们之前也说过 关于英国的店铺倒闭潮 破产潮 其实还没过 所以你看到新卫城 宁愿扔钱 到一些找到钱的行业 对于小企业那些 怎么去拯救一下他们 这些似乎没有什么着脈 这些中小企 不好意思 自求多福 他们目前的通胀 就叫做11% 就算叫做剪了一半 也有可能去到6% 多不多呢 这个数就叫做见仁见智 即使说回来 看到英国那么多的问题出现 就算去到夷英的BNO Girl 他们都会不敢怀疑 不敢要问 这个地方很不行 虽然我们还会看到 有些BNO Girl 仍然非常勇敢 就是去买房子 我们都知道 张建廷大导演 都有拍着某一间物业投资的公司 去做代言人 或者去售楼 英国楼也是这间公司的其中 一行业务 或者销售物业的地点 说回张大导演 又如何看待英国 这一年 大家如何克服这些困境 挺过瘾的 我们记住 张大导演 生活来说 金钱都不是很成问题 生活都挺悠哉悠哉 到处去 或者做代言人 都是开心玩玩玩的 又有公司给你钱 去泰国 去看房子 去看房子 去看世界 哪吃哪玩哪介绍 何乐而不为 因此 以他的角度出发 教大家 如何香港人 在英国 现在的困境下 如何克服 他说了一个比喻挺有趣 例如什么 日短夜长 或者令人 心灰意冷 但过了哪天 之后 就会开始 不是日短夜长 他说 大环境 我们就改变不了 我们要保持心态的积极 大佬 没钱 其实是不是很令人消极呢 假設 好像之前我们提到 每日只可以得两磅 可以用的 等政治庇护的暴徒 我想问一下 他在这样的环境下 就算他的心态很积极 但是他真的比黑食 所以张大导演 这些都是得淡笑 改变心态 人就会积极一点 他也指出了一点 挺有趣的 要问一下自己 现在英国这样的大环境 跟我们有没有关 可能你说 有没有关 通胀就一定有关 比如 经济如果不好 对于大部分香港人来说 去到这些 尤其是刚刚新近 过到十几万 对于他们的影响 应该不会很大 我听到这句话 可能张大导演 你身家丰厚 如果通胀 那当然是问题不大 有什么大影响 我不是大使 那通胀有什么问题 他的角度也挺有趣 意思就是 大家看得到 英国方面 例如一些服务性行业 那些需求 还是很大 就像他们所说 做最低工资 或者做不同的厂 搬运 甚至乎 不介意的话 就先做亚马逊 那些派货 拿着自己的车 当自己做一个小老板 间接的意思就是 他们说 你们这些人 每个人都是最低工资 还有 你们不是带了钱过来吗 带了钱过来 那怕什么 有多大影响 你们不行 就先做服务业 他还举了个例子 有类似英国的朋友 就打电话给他 就问他 你没有以前 你开茶餐厅的点心师傅介绍 又说 我请不到人 搞得很惨 他说 如果好生意的时候 不够人手 就做不住了 你不可以拿你这个朋友 餐厅没有人手 或者请不到人 这个例子 就放置整个英国 都好像在等人用 你是不是瘋了 这些说法 还有一些傻的 都会听他这样说 或者信他这些看法 他终极的意思是 现在在英国有这样的逆境 对你有些影响有多大 如果不大的话 关你什么事 如果你有最低工资 有工资给你回 就算你住的区 品流复杂 那间屋 又发毛 又可能骚髒 又可能有些醉酒佬 经常在门口走来走去 甚至乎区 所以真是鬼五马六的 烂融融那些 但是便宜租 推什么 就当你两夫妻都出去做最低工资 买东西都是买黄标的 什么暖气的 就尽量少开 总之把洗费有这么低 压到这么低 有自由空气就够了 就算英国通胀再厉害了 经济环境再恶劣 再多罢工 对你都没有影响 你自己开车上班 或者搭厂车上班 甚至乎你是踩单车上班 甚至乎你是开自己的车去派货 就算什么罢工也好 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如果那些健康问题 就带多两个口罩出街 再不是的 你买多几瓶咳药水 买了药在家里 抵食 便宜的 买多一些在家里 有什么事呢 就带多几瓶 即是告诉你 这个疫境对你没有影响 不关你事 这段影片到最后还搞笑 又是播放那些 什么物业投资专家 什么专题讲座 教你投资 连租约物业 即买即收租 说得多厉害 出租率 回报率非常高 回报了7厘 这么厉害 管理费 维收费 空置期零 听见了 都觉得适合 立即想去买一层 回收租 7厘 几好 即买即收租 还不爽 听见都开心死了 所以如果这个环境下 你还说到英国好像很没问题 你自己生活是OK 你买多一层楼 是不是真的这么好租 就算被租到出去 如果几年之后不好景 那怎么办 新卫城说好 他走租 你咬他吃 最多是下桌 下桌 那他就做回自己的事 是不是算 反正自己有很多钱 你们在那里熬 我见到张坚庭还说 有什么 熬过这几年 会好回还是怎么样 你又知道一定三年之后好 之前我们也说过 心态转变一下 那就可以了 个人积极就可以了 你自己不仇的经济问题 或者其他生活的东西 你当然可以说得这么轻松 如果不是的话 真的一个月没有公开 好像他们那样 到处问哪里有长工 只想找份长工回都找不到 张大导演 真的没有说得这么轻松 有时候见到说这些东西 就很不负责任 好了 今集就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